我等下會把我上個禮拜的東西會丟到我們的問題01裡面 這個檔案就是2016今天的日期,我把它丟上去 丟上去可能要先做一件事,就是先設定一下 這個不要打勾,因為有時候打勾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 就會幫我把Excel轉成Google四串表 那裡面的VBA就會不見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丟上去Excel檔,你要先看一下你有沒有打勾 如果打勾記得把它取消掉 丟上去之後 這個時候到雲端才會是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表示沒有轉檔 沒有轉成Google的四串表 其實如果另外一個圖示,另外一個是轉換之後 轉換之後裡面的東西就不會是Excel的東西 所以你們等一下如果說上個禮拜沒存好檔的話 可以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裡面到底在 就是第一個啟動內容 因為我裡面有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放進來 會自動啟動這個表單 這個我想應該有印象 上禮拜就是把它填完之後呢 會產生這一個 並且把它填過來 這個當然就是說你在Excel裡面的作業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 表單 那可是如果說你希望 假設 我們希望這邊多一個按鈕 這邊按鈕是一個新增 就是說先做一次 可以新增到資料庫的動作 然後再做一個全部新增 也就是說 將來 比如說每個人都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是在自己的Excel裡面 可是如果要匯整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一個頭痛問題 可能公司有很多人都是在 做 比如說會員資料 前台大家都做 可是問題要匯整 誰去匯整 怎麼匯整 這個時候你可以想到說 也許呢 我們可以建一個資料庫 大家都把它資料放 就是放到那個 資料庫裡面去 那以後要查詢的話 就從那個資料庫再查回來就好了 那就會是大家的一個 資料匯集的地方 所以那怎麼樣 去產生這個資料庫 第一個當然 因為我要需要的資料庫 所以呢 在這個資料庫還沒產生之前 一般我會先做一件 如何會 就是把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Excel資料匯出到 Excel 從Excel匯出到 SS 更正一下 那第一個 我的習慣是 我們會把我們需要的欄位 跟資料 也許 再複製一下 把這個複製 也許 因為我們這個 中間空一個欄 這樣匯出可能不是那麼 那麼好 所以我是建議 這邊你可以新增一個工作表 名稱的話呢 也許就是資料庫好了 也許我們這個是 for資料庫用的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我就多做一個這個資料庫的一個工作表好了 假設我今天呢 我先新增一個資料庫的工作表 然後把剛剛的資料 這邊的範圍資料 複製一下 貼到A1好了 OK 那將來呢 我就可以用匯入的功能 其實用匯入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 SS如果你要用標準的做法 你可能要先建五個欄位 然後再把資料 可能放過去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先在這邊 先把它存檔一下 OK那這邊 假如說我要建一個 SS資料庫 我可以用那個 在Excel 那個 Office裡面的找到SS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還蠻新的 2013 打開來之後的話 假設我今天呢 希望把Excel的資料 匯到SS 變成一個 由資料 這個 這個所謂的工作表 變成資料表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 我們先開啟那個SS 那特別注意 那SS資料庫 它 比較特別就是說 在Excel是先 輸入資料 再做存檔 那SS剛好倒過來 它是先存檔 它要先存一個地方 再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這個流程 恐怕跟一般的那個 就是我們Excel 或Word 不太一樣 常常有同學就會容易 混淆 所以先建資料庫 再把資料放進去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要資料庫用的這個範圍 裡面是要匯到SS 首先第一步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新版的 那怎麼使用 其實我也 我也幾乎是第一次用這種軟體 不過基本上 你也不用擔心 反正你只要找了對的功能 後面應該都對了 第一個請你找什麼 空白的 空白的資料庫 OK 第二個的話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資料庫的名稱要叫什麼 那乾脆我們叫問題1好了 OK 就把它叫問題1 OK就是第一個問題 再來他會問你說你要放哪裡 有沒有 請你瀏覽一下 那因為我是放在那個 我自己的 隨身碟裡面 的 隨身碟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就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我的隨身碟裡面 的上課資料 那我這邊有一個 我們的 範例91這邊 那裡面解出來 那請你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 Excel 有沒有 Excel檔案的旁邊 OK 就放在它旁邊 你不要先放它旁邊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存檔類型 當然它這邊有好幾個選項 我們用預設好了 其實如果2007以後的版本 它的副檔名呢 一律叫 ACCDB ACCDB OK 如果是2007以前的版本 版本的那個副檔名 就是MDB MDB OK 所以基本上呢 當然比較 通用的 也許這兩個 其實都還OK 所以我們乾脆用 預設的好了 OK 好 存檔之後都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會先幫我 按 我按建立 那我把這個 ACCD 問題1.ACCD先建立 建立在我的根部底下 OK 那特別注意喔 它是先存檔 再放資料 所以這個時候 它已經幫我把檔案放在 我的根部底下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放過來 大概有幾種方法 一個就是建立什麼 建立資料表 建立資料表之後的話 它會 跟 這個應該是建立 這個資料表設計 你要去設計欄位 比如說我們有 總共有12345 5個欄位對不對 那你就要去設計12345 5個欄位 然後給它形態 這是一種方法 可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 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這個標準的做法 通常是先給欄位名稱 給它什麼形態 那這個形態的話 通常就是 不外乎就是文字 不外乎就是數字 不外乎就是日期 大概就這些比較常用的 那數字裡面 數字裡面又分成 有沒有小數點 有小數點跟沒小數點 的差異啦 不過你會發現 像這樣子做 有點比較花時間 我是建議 你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外部資料 因為我們有Excel 你如果說你不要按照 標準的做法 一個一個慢慢加的話 你有第二種做法 就是用什麼 外部資料 那他問你說 那你的外部資料在哪裡啊 你這個時候 可以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在Excel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呢 因為反正他們是同一家公司的東西 所以你外部資料裡面 可以用Excel 那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選擇Excel 他會問你說 那你的檔案在哪裡 那我就把 那我就把我的檔案 因為我放在是我的學生碟裡面的那個範例檔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去找到我的那個範例檔裡面的 這個範例 這個 OK 就我剛剛已經傳到雲端上 所以如果上個禮拜檔案你沒存到的話 你乾脆用我的好了 我會比較一致啦 OK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 之後的話 Excel 有沒有 以後如果你有一個Excel檔案 你如果說他直接匯到 因為他們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你就直接選取他 再來按個確定 他會去問你說 裡面的話有 兩個工作表 請問一下你要匯入哪一個 那當然 我們有 第一個 跟第二個 那剛剛為什麼我會新增第二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你會發現 哇這麼多東西啦 亂亂的對不對 那第二個資料庫 實際上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要匯入 到資料庫索 先幫他 有點像正規劃 先幫他 先把該準備好的準備好 當然你也可以用上面這個來匯入啦 只是說你匯入之後 你有很多東西要刪掉的 我覺得反而麻煩 乾脆你 選下面這個 特別就是我剛剛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複製 貼到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匯入之後有沒有 就會剛好找到 我們要的這樣子的需求資料 OK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他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 第一列是不是 藍位的名稱 通常會是啦 但是記得你不要不打勾 因為你不打勾的話 他會自己給你一個奇怪的藍位名稱 所以請注意把他打勾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姓名 升高一直到標準體重 通通都幫你 產生藍位名稱 這個好處就是說如果你剛剛用標準的做法 你變成要一個一個自己輸入啦 其實這一招是比較偷懶的 為什麼 因為你退入之後他自動幫你建好了 OK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這一欄要放什麼資料 通常 他這邊會去偵測到 當然這邊有所謂的文字 那文字他會分成 簡短文字 長文字 那裡面如果是你的資料 一般記得 如果不超過128個字的話 通常他會幫你把它列為 所謂的簡短文字 如果你超過128個字的話 他可能就用另外一個 叫什麼 長文字 OK 那這沒錯 那你的身高的話呢 他會出現說 那你資料類型 因為理論上是一個數字 可是我講過 數字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整數 一種是 有小數點 OK不外乎這兩種喔 那如果說啦 假如像身高 我們如果沒有小數點的話 我是建議 你乾脆用整數就好了 OK 那另外整數 也有分成 整數 跟長整數 如果你的資料量 印象中好像 如果你的那個 就是 數字 假如不會超過21億的話 那你可以用整數 OK 那如果說你會超過21億的話 那你就用長整數 那如果說你會超過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數字的話 那請你用雙精準數 OK 那可以放非常大的一個數字啦 OK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基本上數字就分兩種 一種是整數 一種是有小數點 特別是喔 如果將來 你的資料裡面有小數點 千萬不要用整數 因為如果你用整數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小數點去掉 OK不外乎這些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可以用整數好了 然後體重的話呢 也許我可以用整數 然後性別的話 用短文字 那標準體重的話呢 我大概就用雙精準數好了 大概就是這些 OK 未來也許頂多就是還會有什麼 還會有日期嘛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 還有其他像 像是否應該用的比較少 因為裡面就是booling Tru force 然後 大概就這些 超連結我大概用的比較少一些 因為資料庫裡面放超連結有點怪怪的 OK 你應該放一個文字也是可以表示那個 超連結 大概會有這些 另外 頂多是物件 不過也比較少 大概就是我剛剛講這幾重 好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要不要見主索引 因為我們本身呢 這邊已經有一個 是不是已經有一個 我們暫時不要主索引好了 因為資料不多 我們先不要主索引 OK 下一步 好 那 會到那個資料庫裡面的名稱 要叫什麼 也許我們還是叫問題一好了 OK 假如說我們今天 在問題一的資料庫裡面 產生了一個叫問題一的資料表 OK 這樣就是應該可以理解 因為他 他會自己抓到我們那個工作表名稱 那我把它改一下 按一個完成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把它關閉 這個地方 就會出現什麼問題一 你把它打開來 就是我們剛剛在Excel裡面的資料 這個是直接匯入的 但是 我們等一下要練習的 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 如何利用那個ADO 我剛剛講的 就是 會先練習 就是先會 假設我今天又新增一筆 那我希望同步的也把這一筆記錄呢 放到SS裡面 這個是第一階段 怎麼做 就是Excel的資料怎麼放到SS 或者放到其他資料庫 其實觀念上都差不多 這裡面 需要 瞭解兩個東西 一個是SQL 剛剛講的 OK SQL指的就是一個language 就是資料庫溝通的language 資料 要新增就是insert into insert into 然後 那藉由誰呢 因為Excel本來是不能夠 就是跟資料庫溝通 所以我剛剛有提過一個叫ADO 其實有點像ADO 它的角色有點像一個外掛 它利用它 可以去幫我們用SQL 跟SS之間做溝通 那這兩個技術 其實它還蠻重要的 可是你也不要想說非常的困難 反正我會教各位需要的部分 其實你不需要的部分暫時可以先忽略沒關係 因為說真的 這東西 光個ADO 它就是厚厚的一大本書 那說真的你全部看完你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真的啊坊間你去 天龍書局 架上一定你看一下有ADO的書 真的很厚一本 甚至還有原文書 那像我以前是真的把它全部看完 看完之後我發現我反而不會用ADO了 後來把它忘記之後的話 反而ADO用得很順手 因為為什麼因為它什麼都告訴你 它功能似乎很多啦 那實際上後來我發現 你只需要會一個 就是 它的角色只要傳遞SQL依法給資料庫就好了 那這樣就單純了 因為ADO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物件裡面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它可以不需要藉由SQL也可以跟資料庫溝通 可是那個部分我覺得 等於你學完之後你還是 還是不知道該用哪一個比較好 因為它每個方法都可以達到新增資料庫的目的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最通行的 還是用SQL語言 為什麼因為你如果SQL語言會的話 以後即便換一個資料庫 還是可以溝通啦 就跟你出國一樣嘛 而且你不知道學哪一國語言 乾脆你先把英文學好 對英文學好之後 再怎麼樣好了啦 你到其他國家啦 就是即便 你就講個英文 再怎麼樣也還有基本的 OK 所以類似有這種做法啦 就是 ADO裡面功能非常強大 但是不見得全部都是你需要的 而且有的時候 其實學電腦是這樣 盡量 不要全部都學啦 因為學了反而你變成你不會了 因為它太多功能了 所以盡量我們等一下會講說 如何透過ADO 幫我去傳遞一個訊息 跟他講說 你幫我insert into 一筆記錄在這裡 OK 所以基本上 那要怎麼去做 你們把那個 所以等一下特別之後 如果你沒有這個檔案的話 請你到雲端上去下載 我剛剛已經傳上來了 所以你們等一下只要到我的那個 雲端上面 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你剛剛 有已經開的話 你找一下 這邊應該會有一個 就是這個 問題 1這個 那下載下來應該就是一個 我現在用的這個檔案 上面有個下載 你把它開起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剛剛是 已經新增了一個資料庫 是把它從這邊 複製一個工作表 那你們就 就是匯入 一個 SS資料庫 OK 試試看好了 這個SS資料庫 叫問題1.ACCP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何跟他溝通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試試看 那一般 ECL 通常是 主於單機使用的 比較多 那如果說你要 大家共同去 儲存資料的話 通常是會存到 所謂的資料庫 那目前當然一般 比較 普遍的 用的最 單機上用的最多的 基本上SS 應該是其中之一 不過未來當然不見得 如果你是用別的資料庫 也沒有關係 比如說你用的是 Oracle Seql Server MySeql 等等的 其實各位也不用擔心 因為 他們都共通有資源 一個叫Seql的語言 也就是說 未來 你只要會Seql語言的話 其實我覺得 跟資料庫溝通 就不是什麼問題 那目前 目前在職場上面 懂資料庫 而且 會懂得跟資料庫溝通的 這樣的人 其實還蠻吃香的 為什麼因為你 對於 在資料上面撈資料也好 或者是說你要 把資料丟過去 這些都要下 假設簡單的 Seql語言 如果你會 基本上可以處理很多的事情 就不需要說 一定要藉由一些工具 就才能完成 所以像什麼 有一些可以跟 比如 有一個ERP 做溝通 ERP有時候你要去撈資料 有些介面會給你 就是Seql 下一些Seql語言 那你必須要 懂得Seql的一些 基本語言 你才有辦法 真的撈到你要的資料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 我覺得 了解Seql語言是有其必要性 那至於說你要Seql 了解到什麼程度 其實基本上 至少就四個 新增 查詢 修改 刪除 也是後面我們可以做的 反正這些 基本上 會 我想大部分工作 應該也就足夠了